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说到储蓄债券呢 政府将在下半年的时候 推出新加坡储蓄债券 而这一类债券 到底观众朋友 会不会吸引您的目光呢 它和其他的债券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财务规划师陈显耀先生 为大家来解说 到底什么是新加坡储蓄债券 显耀你好 请您先概括性地谈谈 债券我们知道叫Bonds 它的特性是什么 那当你就是投资债券的时候 其实你是把一笔钱 借给一个机构 或者借给政府 那你的钱借给了机构或政府呢 它就是每年会给你一个利息 我们英文讲coupons 然后呢 如果期满的话呢 假设说你的那个债券 是五年的债券 那期满之后呢 它会把你的本钱 就是还给你 那如果呢 还没有期满的时候 你卖掉的话呢 那你可能会亏钱 或也有可能你会赚钱 所以大致上 这个就是债券 是 各位如果跟股票来比的话 最显著的分别会是哪里 那大致上呢 如果你就是投资一个 投资级的一个债券 就是那个信用评级 就是三个笔以上的那个债券呢 那债券呢 就是会比股票来得安全 波动率也会比较低 因为如果一个公司 如果它就是倒的话呢 它必须先把它的钱呢 还给那些债券的投资者 那股票呢 接下来才来还 所以大致上我们说就是 股票呢会比较危险 风险比较高 风险高一点 对 波动率也比债券来得比较高 是 跟其他的投资工具相比的话呢 那如果就是债券呢 跟其他的就是投资 除了股票 除了股票 还有房地产啊 也是比较 风险会比较低 还有定期存款啦 那就比定期存款来得比较高 是 所以如果你要 你要就是分一个阶级的话 就是那个fix deposit是最低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债券 然后股票 然后就是你的房地产 是 我们知道呢 在国会方面 已经通过了三读 政府债券修正法案 确定会在今年下半年很快的 就要发行新加坡储蓄债券 请想要再进一步的来谈谈 这个新加坡储蓄债券 它的特质在哪里 那那个特质就是呢 其实这个债券呢 只要你就是满18岁 而且你跟那个交易所 开一个那个cdp的户口 而且你在本地的银行呢 就是那个dbs ocbc或者uob呢 有储蓄存款的话呢 那每个人都可以去买这个债券了 那这个债券呢 它是十年的一个债券 十年才期满 那还有呢 就是它的那个债券呢 每个月都会发行的 而且如果你要输回的话呢 你每个月也有机会去输回 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债券呢 它是保本的 如果你就算就是没有等它欺满 没有等到十年 你去输回的话呢 你也不会亏钱 也就是说本金是由政府担保 对 它这个上面写到每六个月付款 这个利息才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假设说如果它的利息呢 是假设是百分之一的话呢 它每半年的话呢 就给你百分之零点五 算是分每半年来还你这个利息的 对对 是 那另外我们知道私人企业也有发行债券 对对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是政府方面的 跟那些私人企业发行的有什么不同 那第一点呢就是私人的那个债券 好像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等到它欺满的时候呢 你把它卖掉的话呢 你可能会亏钱 当然你可能会赚钱 那这个储蓄债券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保本的 不管你任何时候去卖掉的话呢 你也不会亏钱 当然你也不会赚钱了 那而且好处就是 目前很多人要投资债券 那那个本金呢 那个成本非常的高 那这个储蓄债券的话呢 只要你有五百块 很简单的 而且你可以去ATM去买 所以跟这个机构的那个债券 比较不同 而且很方便哦 以个人的买家为主 我们要比较关键的是 它的回报率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这个图表 那那个利息呢 假设说我们用一个就是 十年的债券 那如果我们看历史上呢 我们新加坡政府债券的 它的那个利息呢 平均的是大概就是2.47 那假设说我们这个债券政府 所发行的这个十年的债券呢 假设说它的平均呢 是百分之2.4来讲 那第一年呢 它的那个利息 它的coupon呢 假设说它的利息就是百分之0.9 那第二年呢 它比较高 就百分之1.5 是 那第三年它可能就更高了 第四年第五年 然后第十年你可以看到 那个利息就百分之3.3 那假设说我们把 每年的那个利息加在一起 就是3.3 加上其余的利息 加上1.5 加上0.9 那我们除十的话呢 那我们就大概平均得到 它刚才所讲的那个 百分之2.4的那个利息 也就是回报率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模式计算方法 可以算是我们讲递增式 step up 那如果这个债券的持有人 他想在第二年的时候赎回的话呢 他总共可以得到多少的回报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债券的好处了 那其他的债券呢 可能你就会亏钱了 不过这个债券呢 你不止不会亏钱 它这就是保本的 你肯定会拿回你的一千块 对 那如果你是第二年期满的时候 第二年呢 你把它赎回的话呢 第一年的利息0.9 加上第二年的1.5 就是2.4 你除二的话呢 你就平均得到 百分之1.2的那个利率 也就是新加坡政府债券 两年的那个利率 所以这就是它的好处 是 所以是没有亏的这方 对对没有亏的 好谢谢 谢谢 其实听起来有点像 比较有保障的定期存款 对对对对 那么有些朋友如果说他退休 可能有一笔退休金 这样的朋友一定会建议他买这样为70年的 是当然的 因为我们退休的时候呢 到我们跟就是退休人士做规划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是建议他们的那个退休金分在不同的那个投资的工具 那些你不需要马上用到的那些资金呢 你可以投资在股票比较长期 那目前呢很多的那些退休人士 他们就是把他们就是现在必须要用到的那些钱呢 放在他们的那个银行 那如果他们能投资这个的话呢 那肯定呢比银行的利息来得比较来得好 而且是保本的 是除了要退休的这个乐龄的朋友 还有哪一类的这个对象 你觉得很适合投资新加坡储蓄债券 其实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投资 年轻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个投资工具呢 当成他们那个emergency fund 就是紧急所需要用到的那个钱 就是应该说加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是吗 对对 就是说你把它当成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储蓄放在银行的一个储蓄的一个工具 如果你需要钱的话呢 每个月你可以输回 就未雨绸缪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就是年轻的一代呢 还是退休人士呢 都可以投资这个工具 是 那么这个储蓄债券 你觉得它最大的吸引力会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就是它比银行的利息来得高 保本 而且就是不需要很多钱 500块的那个成本就可以投资了 这个债券呢 虽然它的名字叫做我们叫债券 是一个bond 不过我看因为它的那个特质呢 你最好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投资工具 因为它就是你要赚很高的那个回报呢 也不是很高的回报 我就是觉得把它当成是一个比银行更好的那个投资的 储蓄的那个工具 对 因为通常我们讲风险跟回报是成正比的 它的回报率如果不是很高 但是风险相对的就不会那么高 对对 那想要你觉得政府这个时候推出 尤其金管局选择在下面下半年的时候推出新加坡储蓄债券 可以满足现在目前市场的需求吗 肯定 因为呢 我觉得就是目前很多的那些retail investor 他们目前很难去投资这些债券 因为目前他们要买那个机构性的那个债券呢 他们最少呢 需要好像20万才来买 所以如果有这个债券的话呢 就500块可以买 所以可以 我觉得可以满足到很多的新加坡人 好 非常谢谢陈先生来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的讲解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看法 欢迎到诗诚有缘面部网页留言 广告回来是下一段的新闻 别走开 我们回头见 稍后见 说到新加坡人的集体回忆啊 那肯定离不开美食 是 琪琪你觉得什么样的美食可以代表新加坡 我觉得蛮多的 首先让我想到的两样 就是海南鸡饭跟辣椒螃蟹 说起来就要流口水的感觉 说到美食呢 本地知名导演陈子谦 Royston Town 跟其他的三位导演 透过了镜头 留住本地49道美食的色香味 这个周末呢 这部长达90分钟的纪录片 《老朋友》 将会在由心意工程主办的 回忆回顾电影节上首映 那么电影节还有哪些看头呢 我们就欢迎他们两位嘉宾 本地导演陈子谦 你好 还有心意工程负责人 余永忠先生你好 欢迎你先生 先请陈导谈一谈 到底这个电影节 我们知道叫做回顾回忆 那在周末就是首映 就是你的电影 主要还有哪些内容呢 内容啊 其实很多 还有一些几位导演的那部短片 然后其实我先讲我自己的 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这部纪录片 老朋友就记载了49个故事 那带观众呢 环岛去找寻这个人情味 是 问一下余先生 这个整个这个电影节 当然除了陈导这部老朋友 还有几部片子 都是跟回忆有关的吗 对啊 其实在心意工程所举办的 这个回忆回顾电影节呢 是我们第一个电影节 那除了陈导的那个老朋友以外呢 我们还会播放其余的11部电影 还有总共11部 全部都是本地制作 全部都是纪录片吗 对啊 除了纪录片以外呢 我们还有包括一些短片呢 还有动画片以类 那这些电影呢 都是以心意基金所赞助的一些项目 对 刚刚子前有说到本地美食为主 色香味俱全 还有这个人情味方面 为什么会取名老朋友呢 跟食物有关 因为我觉得哦 因为我常飞国外嘛 那每次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当我吃到就是非常 自己觉得非常熟悉的一道菜的时候 当我吃的时候我就觉得 哦 这个味道 真的让我想起就是 好像一个好久没有见的老朋友 对 那为什么是49道呢 它有没有讲究 还是你们选到最后觉得 就是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SG50嘛 然后就选了49道 然后最后一道就让给观众去去寻找 他们自己内心里面的 对 还是有自为书 那我像于先生 也已经看过这个老朋友这部片子 对啊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越看越馋嘛 对对对 其实看了子谦的那部电影过后呢 我自己也回味到 家中本身那些家常菜呢 那母亲常常在大典厨艺 会绕一手那个冰城垃圾 所以我就非常怀念这道菜了 是 其实我知道子谦 他总共花了六年的时间了 曾花筹备 之前呢是老地方 老情人 现在是老朋友 可是里头记载了49个不同的食物 摊位还有店主的故事 90分钟的纪录片 那怎么去浓缩成这么多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就是当我们和那些餐 那些摊主就是聊了之后 就把它最精彩的那个精髓 就把它带出来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通过这一段小小的一部纪录片 就是用最快和迅速的那个方式呢 带新加坡人环岛 对 我很好奇在你们选择故事 跟美食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因为如果是美食电影 我们就看哪个美食最好吃 对 但我相信你这个当初 还带出一种人文色彩跟历史感觉 那怎么样去选择的呢 它有个什么标准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Facebook的一个group 然后之前就拍了几部嘛 这两部之后呢 就其实很多人都不停地在 给我们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而且这些摊位 基本上每一个 最少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 而且他们还是保存着那个原汁原味 这二三十年的味道都没有变 所以是老字号 老字号 你自己最喜爱的呢 是哪一些 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应该是laksa吧 我很喜欢吃laksa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laksa是新加坡独有的一个文化 当两个不同种族的 那个culture 就是两个人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余轩这次参与整个活动的这个朋友踊跃吗 来的范围广吗 题材各方面 对 所以说呢 虽然办了这个电影节是我们第一个电影节 可是在那个新益工程属下的那个新益基金呢 其实是帮了74个不一样的项目呢 它们可以拓展成好像展览啊书籍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那个题材呢 其实是挺广阔的 都是跟我们新加坡有关的 对 除了laksa之类呢 之前你坐在外国 常常都会想到家乡的一些味道 你也负责了五道不同的家药 其中还有 还有肉干 还有就是新加坡独有的文化的gaya toast 还有那个gobiguyu 这些都是 我觉得每次我出国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一喝那个gobiguyu 那个味道真的是 让我觉得很舒服 好像在家里那种感觉 我们现场准备一些照片 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同时也请陈导也讲一下 你选的这些美食同时 它背后的故事有哪些感动你呢 这个就是那个gishinqiu的这个laksa 它们已经卖了很多年了 然后呢 就是之前它们是在那个天桥底下卖的 然后为什么它是用这么小的一个碗呢 是因为就是方便嘛 就是怕就是那个 打翻 就是怕警察来抓你知道吗 是 就随时可以跑路 随时可以跑 以前是这样的 流动小贩 对 然后这是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导演 就是燕子拍的 然后这是新加坡非常有名的 一个酿豆腐的一间店 然后他们全部的酿豆腐都是手工制的 而且他们从来不允许其他人来这里拍摄 除了我们这个剧组 为什么他们对你很信任 还是你们有特别的说服的方法 另外一位导演已经跟了他们大概十多年了 老主顾 对 老主顾 也建立了一种 彼此之间的一种 信任 信任和默契 对 还有这一张 这一张呢就是 我们其中一个storyteller 给我们的那个故事啦 是讲这个 这个 这个 烧包饭 烧包饭的那个故事 然后也是 还是保留着那种原汁原味 六七十年代那种味道 是 要保留的是个性的那种韵味 是 还有古早的味道 古早的味道 那于先你看了这些纪录片 哪一个最有共鸣 其实说 除了直接的老朋友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短片就是 那个先德方少年嘛 那先德方少年呢 其实是讲述 当时八十年代在先德方的一些 所谓边缘少年 可是至今呢 他们已经成为家长了 所以那个讲述的那个回忆跟故事 其实蛮有趣的 对 我们有个短片给大家 对 我们看到边缘正在播啊 是 就是先德方少年 然后 装扮比较奇特啊 对对 标新立异的 是寻找自我身份的一个故事 对对 因为当时 这个应该是七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早期 八十年代早期 嗯 可夫 流荡的一些青年 下了课放学就在那边留大 像我自己本身 以前放学过 就是到发衣是吗 对不对 可是八十年代早期的那些少年呢 都是到森林区 所以他们的穿着其实有一些不同 是 我相信这个 可是这个拍这个纪录片的导演 大概多大年纪现在 他今年应该 他应该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下 对对对 只先年轻还不知道 我比较年轻一点 我们是 因为我知道这次的这个片子当中 还有一部是动画的 对 对动画的 叫小提琴 对小提琴 我们让观众看一看 一些精彩片段 对小提琴 好 对小提琴 因为你不疲敌 你不疲敌 不是 不疲敌 到那边 并是 你不疲敌 无疯 对 我们 小情形动画 这个好像反映的 这个时间比较长是吗 从抗战 从抗战到独立以后 就是差不多有八十来年的讲述 所以是这么长的一个历史背景 它是以小提琴为主题 可是它的那个启发点 其实是在四十年代 应该是四十年代吧 有一个流泽水 其实有一个小提琴的天才 所以就是以那个来自 真人真事来 真人真事 是 我们看到这次所有的这个影展 从来这个风格题材有变化 制作手段有变化 制作方式都不一样 陈导这次就跟几位导演一起合作 是的 那么对你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很新的经验 是一个很新的经验 可是我们也是觉得说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这个传承的这个文化继续保留下去 所以就希望新的男人可以接棒 然后继续去捕抓新加坡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他们三位包括李昌荣 许燕子 邝子君 他们各自的风格是怎样的 各自都有不一样的风格 对他们去取材找故事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 所以在戏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 比较不一样的风格 可是在拍摄手法方面 大家都很统一都一致 我上次来临周末 子倩的电影票都售完了 反应非常的好 对不对 那余芬还有其他一些内容 电影 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特别的来讲一下 其实这些电影呢 就是免费播放的 那至今呢 其实在六月的前两个周末呢 我们还有三场还没满 那如果观众有意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网上来查询资料了 这个影片其实是从下个星期天 也就是五月三十一号到六月二十号 将在全岛不同的图书馆放映的 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到以下的图书馆的这个 图书馆的网站 查询更多的这个详情 陈大爷会不会算领团队到图书馆现场 我们应该有这个打算去 做一个活动 做一个活动 就跟观众一起互动吧 就有这个集体回忆 太好了 今天节目呢 我们非常感谢陈子坚导演 跟我们介绍了你的老朋友纪录片 也谢谢余先生 跟我们分享了回顾回忆电影节的内容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到 诗诚有约面部网页留言 当然你也可以浏览 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 以及收看网络独家视频 是 今天节目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天星期五 事成有约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